兄弟,有没有童年回忆吗? 有没有童年回忆吗? 有没有试过在新娘潭烧烤? 我当然试过了 现在就想试一下在加拿大用炭炉来烧 因为以前在烧烤的时候,通常用炭炉 现在在加拿大很多时候用石炉 没有那种炭烧的风味 我今天除了烧烤的童年回忆之外 鸽扒也是我的童年回忆 为什么呢? 我第一次鸽扒是吃T骨牛扒 因为以前T骨牛扒是一件很架势的东西 你不是经常吃的 所以我把这两样东西夹在一起 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炭烧蒜香T骨扒 买了回来 说实话是二十多元 其实真的不太贵 二十二元 你这么大块鸽扒 现在的物价不算贵 首先腌一下 你看多大块 一寸厚 我们先用纸印一下 我们先用海盐 黑胡椒粉 和蒜粉 如果你有百里香 这些香草就最好了 我们先用少许盐 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不喜欢放太重口味 太重口味 我觉得好像夺了肉味 我本身喜欢吃肉味多一点 我们再加一些蒜粉 蒜粉不用加太多 轻薄薄的一泡就可以了 这样已经够了 不要太多 因为一个蒜粉 一个洋葱粉 是很夺了肉味的 我自己本身太浓 薄薄的一泡 这样已经够了 这样已经够了 我们要醃至少四五个小时 或者醃过夜最好 首先我打开了这个炉 我先拿起里面的东西 我先加碳 你看 新速速的 这个厨内下海 第一次烧 因为如果各位兄弟 你想玩一下碳炉 我都会建议用一个 装碳的碳 就会好一点 就会更容易处理 烧剩的碳 它这个碳 装碳的碳 是专门是 Cormorado Joe 的 JolJr的 系列 就这样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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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刚好 碳方面 Big Green Egg 这个牌子 本身的碳 比较容易烧着 和小一点 相比起Cormorado Joe 这个比较大 但这个就内然 就是耐烧一点 所以我会把这两种碳 混合在一起 都会加这些木头 有些小的木头 这个是屋 即是什么 橡树 这个很像橡树 这个 加上这个橡树的木块 一块就行了 不用多 一块就行了 放在旁边就行了 因为本身这个碳 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不用加太多碳 其实碳很耐烧的 加些碳蒸 如果这个碳 加一块碳蒸也够 放在底部 有些空间 就按 Rebecca 放在底部 裡面的碳蒸燒著了,我現在打開下面的氣口 打開下面的氣口,打開上面的氣口 讓它焗一焦,燒一燙 應該大概三四個小時 超過三百度,三百多度 我現在看到沒有什麼煙 因為沒有什麼煙是比較乾淨的煙 其實它一直有煙,但只不過是比較乾淨 乾淨的煙,即是已經差不多了 你可以準備燒烤 打開它,我先隔一隔 先塗一點油,不光師傅 先放一點百里香在上面 放一點在上面 是否這個碗影響了火力 我發覺好像是… 不能夠很直接,火不能夠很直接 我現在先拿開它 我繼續開著大火 它正在燒的時候,我都可以說一下蒜蓉汁怎樣做 你會磨了蒜蓉 你多一點就不要緊 沒有什麼所謂 你會比較香 然後用一片牛油 起鍋,爆香 然後你會收小火 然後用倒一些紅酒下去煮 一邊煮,一邊煮,它就會收水 煮到它很稠 你就可以加一些青牛肉湯 再加一些百里香 其實份量沒有什麼所謂 牛肉湯可以多一點 最後你也是煮濃的湯 煮稠的汁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紅酒大概一杯 牛肉湯大概兩三杯 總之你最後煮到稠 它會起泡 濃的汁 吃的時候就會比較香 四百多度 會不會焦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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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轉的位置 轉一轉的位置 看看炭火 也不錯 都算不錯 其實炭火很漂亮 也很香 真的很香 炭香 加上醬木的木頭 我看到醬木的木頭 好像都已經燒光了 差不多 我又看回這裡 我避免讓它過熱 嘩 它簡直是警告我 即是說太熟了 應該是 我 關小火 我怎樣關小火 我關上下面的火 關上這個 關上這個氣候 然後燒了餘火 還有餘火 這塊炭就完成了 兄弟 拿回來之後 用石子包著它 讓它攤透一下 攤透夠 兄弟 開波 我聞到一股很香的炭燒味 味道 真的很棒 炭燒的味道 真的不同 你可能會覺得熟一點 但你不要說 其實我喜歡這些 我不喜歡太生的 血淋淋 等到口裡 我稍為喜歡 比較 medium wear 再熟一點 那些就 很趙 這些 很棒 好 兄弟 我這個炭燒蒜香 鐵骨扒 又跟大家介紹過 先淋上醬汁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如果喜歡我這些燒烤片 點讚、訂閱、分享 介紹給朋友 如果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 推薦給你仇家 我會選擇 再一下 謝謝 按下 謝謝 請 佛